平川说得近听听聊魔兽 大家好,我是平川 继续给大家打来一场FQQ和高级强之间的恩怨之战 本场对抗,FQQ吸取教训 战术做了一定的调整 我们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首先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 为地图选择的是TM 出生在地图下方 分别是蓝色的暗夜精灵、高级强 以及他的队友 这一次是一个兽组了 上一场的话,他的队友是王林 这一场他的队友是一名兽组 好,我们看一下FQQ的话 以及他的队友出生在地图的上方 红色的人组FQQ 以及他的队友又是这名队友 一名兽组 又是人兽的组合 打一个兽精的一个组合 这一次的话没有王林了 兽组出场两次 好,我们看一下FQQ家里的话 现在是啥也没造 先放铁匠铺 好,这一局的话他要出兵了 之前很多观众都表示 这FQQ打2v2不出兵 明显就是给队友压力坑队友 那这一局FQQ吸循教训 我要出兵了 我要出火枪 看一下这一局 FQQ能否逆转一下形式 好,FQQ的话 火枪、圣骑士的一个组合 他的队友 选择是牛头人球长 牛头配大技 那这个战士就是打前击啊 火枪配大技、牛头 这边的话有一个圣骑士 哇,前击组合非常的巧啊 我们看一下 高启强这边继续首发他的一个DH 恶魔猎手 开局呢 还是比较大胆 练一下地金商店 他的队友呢 首发的是先知 玩得非常非常的普通 非常非常的常规 先知配猎头 这边的话DH配AC 好,我们看一下FQQ这边 果然啊 就是火枪 圣骑士的一个打法 就是打前击啊 这边的话老牛配大技 老牛一技能 升的是一个光环 好,先知的话 要去骚扰一波 正在与敌人交战 高启强练级 队友 哎哎哎 哦呦呦呦呦呦 这个战争古术 差点被A掉了啊 三个小精力 有点救不过来 DH陷阱一开 打了一个智力加6 还是很nice的啊 那他的队友 去骚扰一下FQQ FQ加了的话 现在才补塔 升级是配火枪 队友老牛的话 还在练坑吃坑吃啊 练得稍微的有点艰难啊 大技的数量 暂时还太少了 好 先知 带着两头狼 来了 一看 嘿 这人组打得啊 有点奔放 火枪 看看能不能围一围 好 民兵想围这个先知 先知的话 疯狂走位 这一边的话 DH 已经练到 第二个点了 FQQ 这边的话 英雄还没有出来 这套打法 确实就是这样啊 英雄出来比较晚 就尽量的话 英雄出来的时候 有两个火枪左右 然后呢 开始练级 练到二级或者三级 就可以平退了 好 他的队友的话 老牛 在外面造了一个商店 两头狼 抓到了这个老牛 哦呦 老牛说实话 有点危险哦 赶紧 哎哎哎 怎么自信回头了 好 圣光啊 圣级是过来 稍微的补一下状态 他还是怕先知 把自己给追掉 所以呢 圣级是疯狂奶 可以的 这两个英雄 还是配合的很好 我跟英雄 你给我提供光环 好 这里的话 哎 兽足的猎头 走位有点迷惑啊 就连走到对方掌中 主要 我们看一下 现在的话 高启强他的队友啊 一个先知 哎 牵制了两家 那高启强一个人 哇 这是一不小心 练到了三级 这个英雄等级 确实有点高 先知继续一个人干扰两家 人寿 被一个先知搞得 非常的麻烦 老牛也是终于到二 二级之后 我们看一下 升的是踩地板 踩地板 还是打的比较凶的 一号打法 FK过的话 终于要开始练了啊 赶紧练 练完这个点 到二级 二级之后 看看是升个光环呢 还是升无敌 一般来说 还是升个光环啊 为整个部位 提供一下 这个护甲 看一下 这边 DH火啊 DH这练得很爽啊 直接开矿 队友一个人 干扰两家 感觉高启强 这一局和他队友 打的是越来越有自信了啊 一个人干扰两家啊 另外一个人 疯狂练级开矿 我们看一下 FK过终于把这个点 给练完了 打了一个啥 大雪 还是很不错啊 另外一边的话 这边老牛 老牛手短啊 被先知疯狂的调侃 对方猎头 抽抽抽抽 FKQ的话 必须过来 帮一下自己的队友了啊 这队友一不小心 可能会被对方给带走 家里的话 人口卡住了 大计的数量补不上来 FKQ还在继续慢慢练 看能不能到三 三级之后 FKQ这边的剧本的话 是老牛到三 圣骑士到三 然后进攻 但没想到啊 对方有一个 非常投铁的人 就疯狂跟着你 完了 这边要叫TP了 老牛好才一脚赶紧走 DH也过来抓 FKQ 哎 要开始进攻了啊 火枪的走位 要开始进攻 提前先去进攻 然后大哥三级了 好可以走了 这边老牛也来 但是老牛这一波 没有状态啊 FKQ这一级 破天荒的 要打前期了啊 要打前期 这边看一下 一看到对方二本 已经好了 二本进入战场 没有放 拆拆对方的月亮景 然后 圣骑士来了 老牛也来了 圣骑士二级的 把老牛给打回来 那这一波 双方应路了啊 我们看一下人口方面 FKQ和他的队友 66人口 对方的话是56人口 如果对方英雄等级 有一定的优势 我四级 打你三级 先知的话还是一级 不过先知这边的 猎头的数量有点多 双方开始站路了啊 这里 红色的兽足 这个大忌的数量有点少 FKQ的话 买一口 玉皮买起来 这里把AC给处理一下 不过暗夜 今天加了这个井水 有点多 大忌疯狂被猎头放空针啊 这个 这个兽足先知操作还可以哦 一直放风针 大忌一个一个被处理掉 那这个DH呢 四级了 现金一开 我一个人打你N多人 这里有点打不太动啊 老牛过来踩他一脚呗 老牛的话 我自身难保 FKQ的话用这个圣结式跟对方号 完了 FKQ这一波的队友不太靠谱啊 他队友的话没打赢走了 FKQ一加打两加 好像打不过 火墙倒下一个 绿皮倒下一个 这人口掉的有点快 好 看一下 这里二发的一个那加 但是你一个人真的想打两加吗 老牛好来了来了 终于是来了 你的建筑 现在依然还是66 对方的话也已经到了62人口 那人口对方已经追了上来 关键是英雄等级 还有一定的优势 暗夜精灵 高血强家里的话 放了一个守护古术 万一对方冲进来 是吧 来了 现在终于 2A2 阵型站好 开始撸了 哎 后面有个小歪 小歪差点被截口了啊 好 小精灵拉过来抱一下 但是红色的兽组 大技的状态不是很好 FQ的话还在补火枪 这里疯狂的拉扯 DH 四级DH 可太硬了啊 甚至按一个回二戒指 哦 突然一个妖术 哇 那加直接秒掉 那FQ直接被对方 二包一个打掉了呀 火枪又倒了一个 这一波FQ有点亏 主要是他的队友 总感觉差点一死啊 好 这里大技的数量终于补齐了啊 数量起来了 但对方小鹿一来 你大技就是经验值 FQ这一波赶紧补个状态 家里的话我们看一下 好 火枪 男女巫 那加继续复活 这里老牛还是没有到三 要是到三级之后就玩的会爽一点 三级之后二级彩力吧 身上的话有个群补 暂时没有什么药膏了啊 好 这边高起枪以及他的队友 两个人的话配合起来确实很不错啊 要开始一起练几 一起抓对方 好 牛这里打完之后 看能不能到三啊 打了一个雪牌 还是不错的 好 金关一闪到三级 红色老牛 家里的话二本也是终于升好了 FQ的话这边想开矿 刚才那一波进攻没有打下来 后面拿打起的难度就有点大 主要还是对方这个DH等级太高了啊 狼奇配猎头 这边DH直接过去抓了 另外一边看一下好小精灵四散拉开来 DH现金一开 哇 这一个人可以打你将近十几人口 那家 好 二级胜 二级胜过哪一口 这边DH继续消耗你一下 完了 狼奇也来了 FQ这一波没有回程 感觉要被全监 小Y这条波哪一口 队友在哪里 队友在哪里 好 再来一下那家DH五级了 这一级的高气墙 有点生猛啊 完全啊 跟对方还有队友都拉开了一个N大的一个导次 五级DH其他最高的也才三级 一刀那家倒下 这里二打一 FQ的队友在哪里 还在家里补状态 这一波不能怪FQ了 FQ的队友确实配合起来不太行啊 FQ这一波被两架围殴 队友现在才来吗 现在不太敢来啊 对方有小鹿在 你这边大技没有操作空间啊 这边一个圣骑士 一个火枪 一个女巫 哇 这快成观感司令了 分框刚放好 对方直接过来拆 好 分框刚开出来保不住 FQ的话 这个部队数量非常非常的少啊 作战人口才十人口不到 那这一波FQ直接推出游戏 我们再一次恭喜高启强 以及他的队友 哇 怎么感觉FQ和高启强打的高开低走啊 一开始1v1的话 FQ连胜两局 第三局输了 但是2v2的话 完全是一边倒啊 这一局FQ打的有点郁闷啊 好 我们再次恭喜高启强 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赞和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